Hello大家好 我是柯林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关于赚钱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内容是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在网上用视频赚取收益 我们以YouTube为例 当然这个教程也适用于其他的任何能够在网络上赚钱的平台 比如说Facebook 比如说TikTok 比如说Bilibili等等 当今YouTube已经成为了许多人赚钱的热门视频平台 无论是搞笑、美专、游戏还是教育内领域 人们纷纷通过在YouTube上拍摄和分享视频 来实现创意的同时赚取收益 那么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剪辑视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而创造一个新的内容也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大家 所以说制作视频也是有一点点门槛的 正好最近ChatGPT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话题 它的应用范围已经顺透了各个行业 不论是媒体、营销、教育还是创作领域 人们都在利用ChatGPT的强大功能来提升工作效率和创造力 在今天的介绍中我们将聚焦于如何利用ChatGPT的强大的文字功能赚钱的一个教程 当然配合它的还有一个很强大的神器 那就是剪映 通过ChatGPT和剪映的结合 我们就能够轻松快速的生产出我们想要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是让您了解如何通过这两个工具来赚取收益 现在您无需再担心缺乏内容或视频创作的技能 ChatGPT和剪映将为您提供影响和工具 使您能够迅速制作并发布令人赞叹的视频 借助YouTube这个广阔的平台 您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分享您的创造力、知识和独特的观点 并通过吸引观众赚取回报 通过将ChatGPT和剪映相结合起来 您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同时提高视频内容的质量和吸引力 这个强大的组合使您更加能够专注于创意和战略 而不用担心繁琐的内容创造和视频编辑的过程 无论您是希望在YouTube上获得更多的观看量 还是在社交媒体上赢得更多的关注量 利用ChatGPT和剪映这两个工具相结合 它将成为您有利的赚钱工具 今天这个教程我们将教大家如何利用ChatGPT加剪映这两个工具 快速的制作一个需要上传到YouTube的视频 利用ChatGPT和剪映的强大功能 您可以快速生成高质量的视频内容 从而省去了传统的录制和剪辑过程 通过合理利用这两个工具 您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而且这个检验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 一个1000多字的文稿 它把您生成了一个视频 视频中包含的图片 视频场景以及字幕 还有配音 还有背景音乐加起来 生成的时间只有三分钟 这个是非常大的提高的工作效率 从而更专注于创意的发挥和视频的推广 无论您是希望分享自己的技能 讲述故事 展示产品 还是提供教育内容 通过这个快速制作视频的教程 您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 创作并上传吸引人的视频内容 只需要几步简单步骤 您就能将XLGBT生成的文本 转化为图片和视频相见的视频内容 并且可以通过剪映的工具 进行出色的剪辑和渲染 而且还能够自动配音 包括配上好看的字幕 所以说不论你是一个创作者 营销人员还是对视频感兴趣的个人 如果您需要在YouTube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视频平台 发送视频赚起收益 那么您真的应该值得尝试一下使用XLGBT和剪映的技巧 它将为您带来巨大的收益 当然今天我们这个视频教程也适用于其他的视频平台 比如说Bilibili 比如说Facebook 比如说TikTok等等 那么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利用这个强大的组合 开启您的创意之旅 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回报吧 那么需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今天的视频重点是在于如何告诉大家使用XLGBT和剪映生成制作视频 那么如果您想知道如何找到好的题材 或者如何上传视频 如果视频反映好的话 之后我也会制作相关的视频 那么首先我们先打开XLGBT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创作的一个视频内容是关于汽车历史 那么我们就直接问XLGBT 如果您的视频需要在5分钟或者是说更长的时间 那么你的文稿最少是要3000字 如果是一个500字左右的文稿 那么这个视频的时长估计是1分钟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是为了演示 所以说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释放 那么我们直接要XLGBT 以汽车的发展历史为题写一篇文章 然后很快的一个时间 XLGBT就给我生成了一个汽车方面的一个文章 当然他给的我的是一个草稿 如果我们需要使用的话 还是需要进行一些稍微的修改 以让他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生硬 或者是您可以直接继续对话 让XLGBT给您修改 我们这边就因为是演示 我们这边就直接复制这个文章 然后我们打开简印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您是使用Cupcut的话 跟大家说一下Cupcut是简印的国外版本 或者是说是英文版本 Cupcut的话 它是没有文字生成视频功能的 您需要下载简印 然后我们打开了简印 直接点这个图文成片 就把这个内容发送过来 这边就可以选择一个语音 我们这边就选择一个默认的一个懒读角色吧 我们就生成视频 这个文章的话是1147字 最多的话能够输入2万字 正常制作视频来说是够用的 2万字的话是非常非常长的 然后我们这边把文章复制进去之后 我们打开描表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能够在多长的时间内生成一篇文章 我们先开始计时 好的 这个视频就已经生成完成了 我们点暂停 正好是花了三分钟的时间 生成完了一个视频 而且这个视频有1100多字的文稿 这个给我配上了这个图片 配上了视频 配上了字幕 还有这个配音 还有这个背景音乐 视频的时长是3分43秒 然后为了防止这个版权问题 我们就把这个背景音乐给删掉 然后我跟大家稍微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通过这十几秒的时间应该也看到了 这个里面有很丰富的图片 然后有一个配音 有字幕 然后还有这个视频 而且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如果您对里面的某个图片 或者是题材不满意的话 您可以把这个内容给删除 比如说我对这张图片不满意 我可以把它替换掉或者删掉 就直接导入视频或者图片音频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可以把它调换位置 对吧 这个都是可以的 所以以后来咱们的制作视频 使用XLGBT和剪映相结合的话 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甚至如果您对这个配音不满意的话 您可以自己配音 它这里有一个录音功能 所以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剪映的 特别是和XLGBT相结合之后 你看这个视频 我们就花了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把它制作出来了 如果是我们自己剪辑 自己去网上找一些素材 包括做字幕 这个时间不可能只有三分钟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您的想法比较多 您的时间也比较充沛 按照一天工作八小时来算的话 如果是每个视频生成的时间为三分钟 那么您一天 你八小时内 你可以制作160个视频 如果除以您上传视频和您生成文稿的时间 当然生成文稿的时间也是非常快 大概是一分钟不到就生成好了 那么您一天也可以制作100个视频 100个视频 我们可以创造50个小号 或者是20个小号 对吧 取决于您一天 这个账号想上传多少个视频 那么我们一天能够得到的收益 也是相当的惊人的 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恐怖 当然您如果对这个视频有任何问题 或者建议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一个全部内容 我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让大家能够更高效的工作 更高效的在网上制作视频 那么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觉得视频有用的话 也希望可以跟我点个赞 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评论 你可以把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 让他们也知道这个办法 没有关注的朋友 希望点个关注 关注之后 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柯林 那么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支持 拜拜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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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